我们中国青铜器 有些器型应该讲 还是受到外来的影响 我们上野博物馆 现在我们青铜成列室 里面成列有一件盒 整个造型是个盒的造型 但是它有一个鸟头 然后有个瘦 就是那个瘦爪 是个瘦爪 然后有学者认为 包括自己认为 这个实际上是 大概受格里芬影响 就是有一神兽 也许是从草原过来的 六朝时期 有好多大型的石雕 上面也是有一神兽 说明内收的中西方 这方面是应该有交流 这个应该讲是一种 叫做前世绸之路 实际上这个是 在张天昨空的西域之前 我们下 qua 请不吖 推广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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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re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